究竟有什麼地段和裝修給予更多人流呢? 還需要什麼牌照呢? 難不難申請呢? 詳情留意藏金地圖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藏金地圖的主持Ryan 好榮幸邀請KEEP和我們聊聊天 今次我們不如說說 如果我想選一個夾公仔機店的生意 有什麼事前準備 OK 首先要注意 首先要做一門生意 首先要選紙 要找一間店是適合自己的 首先要說一點跳門 看看你想目標什麼類型的客人 其實一般人很多的概念 就是覺得我夾公仔店的生意 就是做一些小朋友生意 可能做一些小朋友生意 其實錯了 因為這些小朋友生意 不是說我們不做他的生意 而是他不會是我們最賺錢的收入來源 其實反而我們最target的客人 是年青人 好像Ryan那樣的年青人 這個是我們最高消費能力的一群 所以在選紙方面 可能會在這些位置 例如哪裏會多些年青人出門 最好其實有個小提示 最好就是附近有些素街的食肆 戲院 酒吧卡拉OK 一些消費能力的地方去附近 那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就盡量不建議在學校附近的 最好就是一些年青人消費的地方 這個第一就是選紙 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還要注意就是那個店 譬如你想我找了我找了汪國 可能我回了街這裡 我很想租 你也要看那個店 第一 可不可以適合做我們夾公仔機 因為我們夾公仔機 我隨便舉個例子 一個太深太窄的店 是不適合做夾公仔機的 那這些可能要注意 還有如果你說我想搞了 你找了一個店 要做什麼 簡單的裝修一定有 或者你要夾公仔機 這個必須的 還有那些貨員 那些公仔機 那些貨員 那些貨員 那你要注意這些事項 的確給Keith說中了 本人就是很喜歡 一邊素雞一邊的公仔 那一群來的 所以這個選子 真的要 悉心的選擇 那另外想問一下 那如果當 我真的選好了的地方 那我的target 那你也解釋給我聽 那 是不是就這樣 可能當訂補機回來 然後入我喜歡的貨員 找了些人一起夾 那怎樣設定好 就可以開店 是可以的 但是應該很快警察會找上門 食環會找上門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 劇公仔機 政府是有特定的規管的 其實有幾個牌 是必須要去申請的 就不是好像邰人所說 我找了個位置 很有信心 那我進飛機 入公仔 我放在那裡 那就可以開張大吉了 是可以的 但是都是那句 那會很快 來食物環境衛生署 一定會找你 警察都必定會來找你 因為我們做劇公仔 是要領幾個牌照的 那這一部分 就可能真的有少少經驗之談 那首先第一 我們要過幾個部門 政府部門 第一 譬如你機電工程處 牽涉到我們有電的東西 那我們要交一張電力圖 電工圖 WR1 我們要交給他 那譬如消防那包 因為 所以剛才我說 有些太窄太深的鋪 就不適合 因為我只是說一件很簡單的 你機與機中間那條走廊 我們是必須有一米零二的距離 是給走火的 還有一些特定的設備 譬如熱火桶 那些出口指示燈 緊急照明燈 這些你也聽到 那些是要準備給消防 去出那張叫做Fire Search 當然屋宇署是會來看 有沒有僭建這間鋪 所以剛才選址那裡 都是比較重要的一環 你除了去看地理環境 是不是你目標的客人之外 你也要去看 那個現場的擺位 適不適合做生意 還有有沒有僭建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你有僭建 牽涉到有僭建的東西 屋宇署是不會批給你的 還有警察局 一定要通過 還有民政事務署 我說了 因為我們要拿一個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這個牌照是歸民政事務署 和警察局去管的 所以這些要經過這些部門的審批 還有食環處就是 你要拿一個公眾娛樂場所的牌照 才可以讓你經營一間正統的 而又不會收告票 收實單的公仔店 很難 明白 不過我相信聽完這段影片 都很清晰 這些都不是任何阻礙大家去發展 夾公仔機行業的 這些不是難申請的 不要被我嚇倒 不過只不過就是 你們一定要注意這件事 不是說好像 我選擇剛剛的 我放在那裡 我就可以做生意了 就不是這麼簡單的 對了 最重要是按情罪 不太好錯了 給個like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記得按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每一條 藏金地圖的影片 還不快點行動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不同類型的 生意加盟講座 請按下連結報名 OK